哈喽大家好 我是困得死去祸来的大白 上期说到 驯狼者为救雅思纳死亡 雅思纳决定接下这个连环任务 在接连送上泡澡福利和亚总睡衣装后 黑姐给了同仁一个暴击 彼村其实真有你的 仅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就让雅思纳难以入眠 同仁也没睡着 两人都醒着 自然就少不了经典的夜谭情节 也是这时候 同仁才告诉雅思纳 她明白了毛场经验接受采访时 说的那句 这次故事性稍显薄弱的意思了 毛场经验完全把舞台留给玩家 任务故事的走向 将会根据他们这些玩家的选择而改变 雅思纳听得火大 大骂毛场经验就是个写程序 她懂个屁的游戏 不是 可现实就是如此 她被这个任务给吸引了 雅思纳不解 这个任务既然这么重要 那为什么只有他们俩参与呢 同仁推测 估计是因为每个队伍的攻略速度不同 才导致大家的任务变得大同小异 而黑姐的存在就像是一个模具 她会不断的刷新 现在他们待在这块地图 估计也是独立地图 后面接到任务的人 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雅思纳觉得 有很多黑姐存在后失望的表情 同仁让她放心 因为在内侧时期 没有一支队伍让黑姐活下来过 雅思纳听了一惊 这也能放心吗 照同仁这么说的话 每次有人接任务失败了 黑姐都会自爆死掉一次 很快雅思纳又反应过来 既然NPC会刷新的话 那他们只要回到初始地点 再刷新一次黑姐 是不是就可以把驯狼者也给救活 残忍地打断了她美好的幻想 因为黑姐在内侧全是自爆结局 现在两人救下她 算是一个突发改变 而且这个任务 只有失败和成功的选项 重开是不可能的 而黑姐的支线故事 发生在一个月前 以蒂尼尔的死亡为开端 但是当时SEO才刚开服 谁能证明这故事是真是假 所以同仁推测 这个故事可能是以雅思纳为范本 专门为她设计出来的一个故事线 但就算知道 这不是真实存在的故事 雅思纳还是动了感情 同仁劝她冷静下来 SAO的死亡威胁 还没有从他们身上消失呢 与其掺进NPC的情感中 倒不如先考虑怎么活下去 聊着聊着 两人就睡着了 咪咪呼呼中 同仁听见有动静 她感觉雅思纳已经越过线 贴到了自己身上 吓得她一睁眼仔细一看 雅思纳正好好的睡在自己的位置上 但黑姐却消失不见了 同仁赶紧追了出去 黑狼替她引路 穿过森林 在一片树立着弯刀的土地上 同仁看见了坐在树下的黑姐 她这会儿喝了点酒 毕竟妹夫也被仇人杀害了 借酒消愁不为过 见同仁来了 黑姐便招呼她一起喝 同仁也作了一口 差点把自己给送走 黑姐说 这是她妹妹最爱的酒 本来这酒是她特意找来 给两人结婚庆祝的 可惜蒂尼尔被害 接着迅郎者也死了 这酒最后只能留给弯刀品尝了 这场深夜聚会中 不光只有同仁和黑姐 还有一只躲在树后的雅思纳 她还是无法接受NPC的死亡 哪怕知道 那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 但殉郎者救了她 并丢掉了性命 雅思纳做不到 将NPC的仇恨和死亡置之不理 她难过的离开了 并没有听见黑姐叫住同仁 拜托同仁务必保护好雅思纳 黑姐说 她也会保护好两人 直到尘埃落定 分到扬镳的那一天 因为黑姐在两人身上 看见了自己妹妹和妹夫的身影 夜谈结束后 三人开始巡逻森林 黑姐和雅思纳 干净利索的解决了毒蜘蛛 黑姐表扬似的摸了摸雅思纳的脑袋 不过雅思纳有点疑惑 难道他们的任务只是讨伐蜘蛛 黑姐解释 蜜石现在还在他们手上 森林精灵那边肯定会打过来 在那之前 他们得先将森林中的不稳定因素解决了 雅思纳却有些疑惑 如果蜘蛛妨碍了黑精灵的攻势 解决了倒是可以 但反过来 只要有机会操控 这些蜘蛛就会成为敌方的陷阱啊 同仁吃惊 怎么 女校老师还教谋略的吗 听雅思纳已经开始盘算 如何引诱黑蜘蛛了 黑姐有些惊讶于雅思纳的聪明 同老也在一旁 附和的点点头 不过黑魔法掉蜘蛛 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毕竟黑眼精灵和树精灵 都不会使用魔法 雅思纳吃惊 可他们住的营地 不是被施加了隐蔽魔法吗 黑姐解释 那是古代遗迹留下来的魔法 自从他们从大地剥离之后 就失去了一切魔法 同仁有些惊讶 从大地剥离这个设定 还是他第一次在游戏内听见 有那么一瞬间 同仁觉得遗憾 如果自己不是以玩家身份 而是以人族见识的身份 出现在这个世界 恐怕会非常的快乐 不愧是你 老王引人了 三人聊着聊着 就发现了疑似蜘蛛巢的地洞 他们走进洞窟后 便发现这里居然是连接迷宫的通道 算算时间 也是攻略组们探索迷宫的日子了 童老爷立刻告诉黑姐 可能有别的人族出现 但因为一些原因 他们不方便和那些人碰面 黑姐点点头 这时外头的脚步声音越来越近 黑姐立刻掀起斗篷 将两人罩着进去 同仁心说 你这斗篷能挡住个啥 一看介绍 95%的隐蔽效果 太真实了 NPC手上的装备 和自己的装备 形成了鲜明对比 同仁估摸着 进入这个洞窟的 多半是为了完成工会任务来的 那么最想组织工会的队伍 就只有牙王和林德他们了 果然牙王就从一旁的洞穴里走了出来 同仁和雅思纳无语了 怎么哪儿哪儿都有你啊 这时牙王队伍中 一个用单手斧的玩家 发现了地上的火把 他捡起来嗅了嗅味道 开始左股右盼了起来 最后他的视线 落在了隐蔽的斗篷这边 眼看着这人就要发现他们了 好在这时 他的队友把人给叫走了 同仁两人松了一口气 黑姐还诧异呢 人类的关系不应该很好吗 为什么同仁和雅思纳 却选择避开他们 同仁也摆手 平时帮忙打打怪物 他还喜欢K头 所以关系算不上好 黑姐笑了 这形容听着有点像 和他所在的骑士团 雅思纳听后十分感兴趣 立刻提出了 加入黑姐所在的骑士团 想到雅思纳和黑姐的骑士装 同仁也呆了一下 不过很遗憾 黑姐说 女王从没有给人类授予过骑士之件 不过努努力 争取一个荣誉骑士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这次 已经和雅王的队伍撞上了 继续探索下去 恐怕会有麻烦 黑姐点头 决定暂时返回 这时雅思纳却看见了 墙角有东西在闪光 黑姐捡起来一看 那是他们族的侦察兵 留下的徽章 这徽章像是司令亲人的遗物 还没等两人伤感一会儿 已经离开的雅王 突然带着一只大蜘蛛 朝着三人冲了过来 眼看都要撵到面前来了 同仁立刻准备撤退 但是雅思纳紧握手中的徽章 一群人才跑了出去 在巨型蜘蛛出现的瞬间 三人同时奔向追逐猎物的蜘蛛 直接将它包围在中间 同仁提醒雅思纳 注意蜘蛛的尻 那婉儿会吐出四来 被黏住了就会动弹不得 三人同时进攻 蜘蛛八条腿 打不着三个乱窜的箭矢 最后被童老爷一箭戳到脑壳 惨叫一声开始暴走 八条蜘蛛腿在地上乱躲 雅思纳抄起疾风剑 一路猛攻 没想到攻击和蜘蛛擦肩而过 那蜘蛛一动靠 蛛丝瞬间将雅思纳捆在了墙上 眼见蜘蛛要过来了 黑姐当即斩断了蜘蛛的一条腿 同仰也很快接上攻击 将蜘蛛一刀两断 两人落地后 机长庆祝 并对雅思纳被捆住调侃了一番 雅思纳有点小生气 倒不是因为被调侃 而是因为他们帮了牙王 对方却压根不知情 感觉像是给牙王当了保镖似的 但是黑姐居然引经据点地劝他 善有善保 同仁感慨 这AI功能实在是太强了 这时黑姐问他们 要继续攻略吧 同仁和雅思纳都选择先回营地 主要是想将徽章交给他的家人 黑姐又忍不住揉了揉雅思纳的脑袋 同仰也有些欣慰 而这个徽章交还的任务 黑姐拜托给了同亚两人 他实在做不到 向族人诉说他们亲人的死讯 两人将徽章交给了指挥官 他们发现 只要是和黑姐交流过的NPC 似乎智能都很出色 雅思纳想了想 觉得让黑姐先一个人待着 他打算去找精灵的锻造师 帮忙打造装备 不过这位锻造师 用的是之前那个 梗屁了的森林精灵的剑模 搞得雅思纳都有点害怕了 经历了之前的装备诈骗事件 雅思纳对于自己的武器 还是非常的担忧 但是有同仁在这里 他还是将武器交了出去 锻造师虔诚地接过了疾风剑 态度认真的开始了铸造起这柄剑 雅思纳紧张地牵住同仁的手指 两人一同等待着 新的疾风机箭的诞生 锻造成功后 锻造师看着剑夸赞了一声 雅思纳接过剑一看 发现变得更加漂亮了 佟老爷则凑过去看了一眼版面 一看剩余强化次数15 当即他就大喊 这把剑的属性太犯规了 拿了新剑的雅思纳 清怪速度变得更加流畅 显然对于自己的武器非常的满意 刷怪简直不要太痛快了 黑姐也点点头认可这把剑不错 但显然缠这把剑的人可远不止雅思纳 毕竟同仁目前的剑锻造次数只有8次 而雅思纳接近他的两倍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观众老爷们 记得点赞评论哦 我是大白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